什么最佳射手,什么A3,什么亚冠啊,最佳射,什么冠军啊,什么这个这个,这些都是,而且不需要再介绍了,不需要讲了,对吧,你说前国度队员,前世界冠军,羽毛球世界冠军,是吧,你说好,东哥啊,什么叶姐,就OK了,但是很感谢啊,你接着说,答答你。 嗯,对,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觉得自带粉丝,自带流量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位的这个人性的光辉,和在你们身上看到的那种勇气,因为当初站出来,2020年能够读这个宣言,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我没有想到是郝董和叶霞站出来,我觉得在14亿的中国人的心中,那一刻,其实他自己就已经证明了两位的这种情怀,两位的这种意志, 还有你们绝对要,决定要跟这个邪恶的这个政权战斗的这样一种宣言吧,所以感动了很多的中国人,那我也是,我觉得很震撼,所以是因为那样,所以你们在我的心目当中的地位,是真的是,真的是仰视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很荣幸,很荣幸,能够,这是第二次跟两位这个同心同框,因为第一次说是七哥在的时候,这次七哥不在,有雅各兄弟的陪伴,还有我们的这个导播的陪伴,所以很期待这期节目,谢谢两位的光临, 好的,我就想接着这个问一个问题,我们暖个铲子,等一下马上进入主题,但是在进入主题之前,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您上来也不想带着这些所谓的,这个头衔啊,光黄啊什么的,就是不求名嘛,对不对,那不像很多中共,他上来他就是求名,很多人就求利,对吧,上个铲子啊,或者啥的,给自己再搞点啥东西,那我就想请问你,就是您当时,出来宣读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宣言, 包括后来你持续的做这些的节目,你希望达到的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如果不是名或者利的宣言,雅各这点特别好,问的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站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 以后,我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就是有了新中国,有了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这个平台七哥,完了跟班农先生都一块的,这种真正的能,这个给大家创造这种机会的时候,我感觉到,共产党不能再这么让他继续下去,奴役我们的未来啊,孩子啊,还有这么多人,因为太多太多的老百姓被奴役着,根本无从知道, 真相,包括我们,如果不是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七哥说的这些事情,我们很难,一下子恍然大悟,很难有理论支撑,可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可能,但是你能想到,他真的就会拿病毒,杀人吗? 真正这个世界上,有操纵的这些政客们,在很多的时候,他们那么多的小孩,是吧,完了把飞机弄下来,对吧,让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跟人,当了不明不白的替字鬼,你根本无法能自己,能明白了,而且能说出自己,是吧, 因为旁边太多的人,都说,我在国内,为什么他们叫我好大炮了,所以整天说我炮轰了,什么这个毒鞋,那个当官的,是吧,这些,就是我讲了点,所谓我的看法,和真实的东西,而且在国内,你们要知道,最后我发微博,我说的话,最后讲了,说,给浩海东关于什么呢, 敢于讲真话,这个人,他是敢于讲真话,你说你讲的真话,都要敢于了的,一个国度里面,你想想,你是什么一个生存环境,你没有任何,再去,想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真实的体会,自己的所有,还是,有些东西,还是我的专业知识,对吧,我低毒球,我那么十岁体,对吧,我低到我对异的时候, 我这一点,我自己可以说,比如说,我十八岁,我是踢了假A,八一队,我十八岁,就打了主力,你们要知道,当时的八一队,那都是全国随随便便的前三名,当时的假A,就是全国的最佳射手,什么杨祖华,周旭平,那都是,是比我上面大的,这些老前辈们,我要把他们顶下去,挤下去,我来打主力,对吧, 那你想想,就是我从小干的这个事情,到了最后,你在专业上,人家也说,你他妈放炮,对吧,我告诉你,你跑事儿不是没用,你们胡他妈烈,整天出早操,跑半米,没屁用,没的,他们都说,你浩海东,讲的不对,对吧, 在这种国度里,这种环境里,这种土壤,你想一想,还甭说,这些贪污,腐败,这些黑金,黑暗,龌龊,他们干的这些事情,还都别讲,就讲一讲,你在专业上的东西,你看到的,不公平,不公正,以及他们的愚昧, 为什么,我们是从体育队出来,他们现在的羽毛球还在体育队,拼操,体操,举重,游泳,可怕的就是,你足球,所谓走向了市场位,市场也好, 但是这些人,他们把你输为敌人,他们的唯一就是说,你们出名拿钱多了,你们成绩还不如他们,好了,你就成为靶子, 所有的这些人,他会给你一些,他们认知的东西,他们不在市场上,他们要去告诉你,你该怎么练,你该怎么踢,你该怎么样,为什么, 因为他们成绩比你好,他就拿这个,他就可以说,你看,你能这样,不行,你想在这种时候,你的人,你是干这个的,我是剃肚球的,我就成长到,我2020年以后,你想一想,有了这些机会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不站出来呢, 对于我内心来讲,这是对我整个人生,唯一的这一次, 更加改变人生的一个机会了,我10岁去白队,那是改变人生, 97年,我转会大连万达,那是我改变人生,这就是我,这次, 但是,你要不,你还能干什么呢,你不外乎, 我现在继续在国内,我们干我们的事情, 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不舒服, 我,我,我,我认识,刚才骗头那些所谓的, 官员们,狗屁,对啊,我们在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干的时候, 他们还都是屁,那认识无数的所谓的大官, 无数的,那包括现在,我们可以跟这些人都无数的勾兑, 因为他们都很多人,成长起来,五六十岁, 都是看我们讲,长起来,他们现在都当了官了, 都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省市, 都是管真正的处级以上干部, 中国的真正的这些干活的人,真正能, 就是那个,都是在他们, 何况还有这些所谓的中南坑的这些人, 我们也有这个交往, 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 我不需要战术了, 你刚才讲的,雅各说,你们图什么呢,神经病啊, 如果说我们也是骗子,我们也是为了弄东西的时候, 我就想,反过来问问, 你们这帮孙子,有一个算一个说, 这样的人, 有没有我们在国内所有的便利, 我们所有要出来的,最后的, 就是我们最后心里的, 这个纯洁的这块东西, 和我们要去表达的, 和要最后想, 我们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们在生活的, 他们也是,不会在国内, 他们从小都读过去, 从小都在英国, 从小的时候, 但是,你能拖得了吗? 共产党这个邪恶的体制里面, 你能不回国吗? 是吧,你的亲戚,朋友,父母亲, 你有很多的这些,都还都在呀, 这种土壤,你离不了的吗? 但是共产党, 你要不灭了他, 你怎么来去摆脱他们? 那这时候,就是机会, 就是改变你人生, 而且你可以给你的孩子, 跟未来,跟很多的人, 告诉他们看一看, 什么叫真正的正义, 良知,勇敢, 无私,智慧, 这就是善良, 两个,这个不是你任何, 去拿大道理能说得出来的, 你怎么讲? 我,浩海东每一次的, 直播, 你们最后, 共产党都有啊, 大家都看啊, 我不会, 你可以从第一期一直看, 看到今天, 再看往后, 你可以说, 浩海东, 你这儿, 讲的表达的不怎么样, 你那个, OK, 你刚才, 浩海东, 你这儿讲的假的啊, 你这个吹牛逼的啊, 你这个胡说八道了, 你这个没讲对, 是吧, 上一次我去文峰那儿, 我昨天啊, 前天我就讲, 我有个口误, 徐明的哥哥叫徐斌, 他的司机叫徐冲, 我随口就念啊, 我说给他哥哥徐冲打电话, 让他拿到骨灰盒,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 但是我所有说过的话, 所有讲的人名, 所有的时间, 地点, 人物, 我浩海东, 第一个视频到今天, 从宣读宣言到今天, 你们可以全部拿出来, 每一个字, 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地点, 每一个人物, 告诉我, 浩海东, 你呀, 这胡说八道, 是吧, 根本不是这样的, 根本没有, OK, 你出来, 来一句说,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最真实的, 内心的想法, 就是我们要, 需要这么一个, 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我们能站出来, 我们拿我们自己, 正义善良无私, 这种勇敢, 来去唤醒无数的国人, 开启民智, 我们希望, 能最后, 让人, 老百姓一人一票, 给我们的未来, 给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 摆脱这个共产党的邪魔, 阴霾, 好的, 两个, 好的, 谢谢郝总, 每次听您讲话, 特别是讲到这些, 我都觉得特别扎心, 为什么, 因为听得出来的, 对吧, 大家都是这个民运人, 就是这种, 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 跟这个CCP官员, 在讲台上面, 念着稿子, 讲一些假大空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雅哥, 你这个说的, 特别对, 就是共产党, 你说, 共产党这些当官的, 他们有, 离了秘书能活吗, 他们不看稿子, 他们能敢, 像我这样坐在这儿, 跟所有的人来去讲, 什么未来呀, 讲点历史, 讲点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还甭真知灼见了, 对吧, 亲身经历, 他们都讲不清楚, 他们敢于面对所有的人, 他去脱稿, 他不拿稿, 不念, 不念, 对吧, 他敢在那儿, 站在那儿讲话吗, 为什么, 是共产党的这种体制, 他们没有教育, 他们给你的权, 都是奴役你的, 流水线上的产品, 把你奴役成, 所谓圈养成他们需要的人, 他们给你灌输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让你听话的, 没有任何让你自由的, 让你自己可以独立思考, 当时咱们在聊天的时候, 就在刚刚, 我就说, 你们相信吗, 将军的父母亲都没出过国, 你想想, 这么一个, 那这是中国2002年, 真的进这世界二组, 就把他最好的守门, 对吧, 你们上海人, 也是我们80年, 他就入队了, 我再跟大家讲, 他之前不是守门员, 你们所以共产党, 为什么我们站出来, 为什么我告诉你, 我要去告诉你们, 这些事实的东西的时候, 我有感而发, 而且我底气十足, 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为什么你们共产党这帮孙子说的不对, 什么叫足球, 什么叫运动, 什么叫他们所谓的体能, 什么叫人种, 江经原先一直踢球, 你们知道, 他80年到队, 他踢了三四年的球, 是踢了, 踢到84还85年, 他才改的守门员, 因为就是他哥哥一个人, 江洪是守门员, 我们队没守门员, 我打门有时候, 我踢的臭, 刚去八一队, 又小, 那你打门, 江经一直跟我们踢, 他属于打前卫的, 但是他越长越高越高, 最后教练说, 你打门了, 结果他越拔越好, 因为你踢完球, 尤其小时候你打, 他而且他之前打篮球的, 他都不是踢足球的, 你知道吗, 他篮球打得很好, 你别看他那么高, 他还真不是中锋, 他还如去前锋那种, 那位偷偷篮什么的, 他那么高个人也不到篮底下, 我哪老到篮底下去抢篮板, 这些东西就是说, 为什么我敢于这样, 非常公开的讲一些我的观点, 因为我从小的经历, 我打篮球, 打篮球, 打篮球, 踢足球, 我们都干, 完了, 他就是84年, 差不多才改的守门员,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守门员的父母亲, 都没有出过国, 他为了拿他的, 盖了他的80万块钱, 就吃花一直不给他出去, 他的老婆挺着怀孕了, 八个月的身孕, 去堵足军, 每天去, 去讨他的心, 这都是中共, 你想想你不灭了, 这个中共, 你以为现在没有吗, 而且之前没有吗, 而且这是国家队的, 主力02年世界杯的, 救援, 最后怎么样, 进了监狱吧, 盼了五年半, 他留, 是吧, 这都是, 但是他拿的钱, 是谁给的呢, 所谓的男友, 让青岛的一个王勇给的他, 深思其红, 将军什么小李明, 但是给他的人, 给男友的人是谁, 是天津的一个副书记, 还是副市长, 是拿了政府的钱, 为了天津报, 完了给了男友, 男友给了王勇, 王勇给, 操纵了这下的比赛, 然后你就看一看, 这个雅各, 就是说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 当你面对知道这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震动, 你还有机会说出来, 能站出来, 为所有的人争取一点利益的时候, 你还无动于衷, 你说你不叫行尸走肉, 你活着它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可以, 还一样, 还在国内反正吃好喝好, 挣了钱, 我们开无数的GV, 什么球馆, 对吧, 我们挣无数的钱, 完了在国外, 我们买了房子, 完了大家在这, 有什么意义, 你看见你所有的同胞, 所有的亲戚朋友, 所有的还依旧被奴役在那里面, 9亿多人可能2000块钱, 6亿多人就1000块钱, 甭说出国了, 连他们的县城都没出国, 好的, 那个Ava, 小粉丝给你一个特权, 你也可以问郝董, 叶姐他们一个你想要了解的问题, 我想问的问题, 我觉得, 可以问两个问题吗, 一个短一点, 我想问, 是哪一个特质吸引了叶姐, 当初就是说会和郝董结合, 然后还有郝董是叶姐的哪个特质吸引了郝董, 然后两位会想走在一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刚才郝董说到的, 就是中共体制内很多高官党员, 他都不知道真相, 就像七哥的, 很多人是听了七哥的爆料, 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部门, 做了些什么什么样的事, 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灭共的情形, 在三年的, 就是当年那个2020年的6月4号的宣言, 到现在已经其实三年多了, 四年快四年了, 那你觉得这三四年里面, 中共体制内的那些真正还存在良知, 还有情怀的这些人, 他现在的觉醒是什么样的, 还有包括就是说那些真正还是邪恶, 还是浑浑恶恶, 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 没有找到生存意义的这些人, 当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想这几个问题很快的问一问, 两位。 你们当时是谁追谁的, 谁先追的谁先说吧, 他们不是想吗, 男孩都要主动了, 他在说呀, 这些东西我们不存在谁追谁, 你想我们当时认识, 对, 最早的时候你想在训练局, 我们都在一个大院子里面嘛, 所以就是当然大家都比较聪明, 你肯定报纸电视你都知道嘛, 对吧, 只是没有太多的交流, 没有太多的交集, 退役以后了, 然后正好有一次朋友约的去打网球, 然后就这么开始, 有一些交集, 然后碰见, 那当然我们走从运动队走上社会以后, 然后再碰见这些运动员, 那肯定是比较亲切门想, 就像我们比如说, 就像你从小的同学一样, 你可能一级长起来, 然后你出去了以后, 再又碰那些同学的时候, 你肯定是非常亲切, 你从小的大家都彼此了解, 所有的这些朋友也好, 一说起来, 以前的运动队的事情, 大家都比较亲切, 所以也不存在说谁追谁就是这样, 然后是什么特质吸引你的, 就是当你碰到郝海东的时候, 是什么特质, 你会觉得, 这个我想再了解一下, 就是比较真实嘛, 就是好像感觉, 一说话一干嘛, 一感觉你就觉得好像, 他现在他说的什么东西, 说的话他就很真实, 没有藏着掖着他, 就想说什么说什么, 那不像很多, 很多做生意也好, 社会上很多东西, 你人家是说一套,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 你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方面大家都比较, 还是从小的经历吧, 我觉得是这个比较真实, 就是我们彼此就是知根知底, 知根知底, 然后以后, 而且当时就是说, 我当时你想想, 我是88年到的国家训练局嘛, 我88年国号开始就在龙汉湖了, 那么当时可能他88年底啊, 或者89年初啊, 就89年月, 他就到了训练局, 前后脚, 我们上一批的运动员, 但是当时你只能说远了看一看, 因为我们不跟他们住一个楼里, 乒乓、羽毛什么, 在一个都是那个大楼里, 我们跟田径班, 足球国澳什么国家队啊, 还是田径东四块玉这个, 按照冲锈市场后面这栋楼里, 只能说是有时候, 就等于说是训练局有两个门, 一个前门 一个后门 他们在后门的旁边的一个宿舍 在那边 所以就是没在一个大楼里 没在一个食堂吃过饭 唯一一次可能就是我们的食堂装修啊什么的 完了92年 临时过来 临时过去的 而且那时候就几天 也没碰点 我也没去 好像都懒得走到很远嘛 完了就在路边啊 吃了两天的这么馄饨包子 完了就这样 完了以后呢 但是确实当时知道了 完了看见他远远 怎么看歪歪的什么威领毛衣啊什么的 当时就是青少年的那种春心萌动 但是当时没有机会认识 而且我们要认识94年亚人会 代表团一块的时候 我又被禁赛 我94年就被禁赛半年 完了就是又没有机会碰着 这个可能都是老天就都安排好的 其实这个94年亚运会 就是我们一般亚运会 奥运会结束以后 大家或者之前大家会 那个就代表团就开大会 什么动员了 最后回来的话就总结了 然后94年的总结的时候 正好我们就跟足球队坐在一块 我们坐前面一排 他们就坐在我们后面 当时就在那个电影院里面开大会 你知道吗 然后就他没去嘛 他来了什么徐洪范之夜 什么那个那个什么李明 就王涛将军 什么这些 就都认识 因为他们上面开大会 我们底下开小会吧 就是大家就在那聊天 谁听啊 领导讲那些 没人把听到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全是假的 就在这 他们所有给你呈现出来 给老百姓看的 都不是真实的 所有里面内幕 老百姓无从知道 大家的真实感受 你要这么讲 我靠你倒了没 对吧 你说领导讲话 你说我根本不听他的 你能发得出来吗 你得专链来 你说完 他们都给你剪了吗 是吧 你不可能嘛 那所以就像他一样 我们当时候后来就是 这个这个我也 这个这个跟我前妻分开啊 他也在单身的时候 我们后来就通过打网球 而又认识 那肯定嘛 就是会很亲切 而且彼此之根之底 那么开始在一起 因为之前 对于我来讲 他确实 当时印象深刻 而且当时就是感觉 哇这女儿很漂亮啊 但是当时没有机会 也没有这种想法嘛 只是说内心的这种喜欢 这个就是 在你心里埋了一个总结 二三十年以后 发芽的结果 对啊 就是这样 对我记得很 就是当时他第一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 然后看见我枪上挂了一张照片 就是我穿了运动服一个准备比赛的一个照片 然后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 就是当时的歪歪的威力毛衣 他老跟我说威力毛衣 这个人就是这样你骗不了谁 你也讲骗不了瞎话 他如果没有真实的经历 你不可能坐在这个地方 侃侃而谈你的过往 你的曾经 你或者是你的看法 你曾经的什么 你怎么编 今天我编完了 我再怎么往下编 十年以后 五年以后 三年以后 我跟他怎么编 我们俩七年了 你说我讲过的 我不是真实的 我今天还讲威力毛衣吗 之前我到他家里第一次 他挂的墙上画什么的 我当时就说 就是这样威力毛衣 因为我 八九年九零年 比如说我九二年 我认为 我看见他的时候 是九二年左右 对吧 国家队在的时候 我看见他的威力毛衣 当时走过去 可能他们洗完澡啊什么的 我们当时训练完 是吧 准备去洗澡 就是看见了 远远的看见 他穿着威力毛衣 歪歪的 那这个是没法编 你怎么编 你编得了吗 是吧 你自己没有经历 没有想法 没有曾经的过往 曾经当时真是 你怎么编 你能知道 他在家 二三十年以后 他挂的墙上那种威力毛衣 对吧 你这之前 你就编好了 几年前 你就没去过之前 你就知道 他那挂张照片 穿着这张威力毛衣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逻辑 那一刻 那个瞬间美好 永远停在那一刻 那是真实发生过的 太好了 这是第一次听两位亲身讲述 这么美好的一刻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灭共抗力 那我刚才的问题 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海东大哥和叶姐 现在三四年的真相 爆料革命的真相 包括文贵先生 包括几位 还有所有的战友 在前台的宣传 那你觉得现在当下 时下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很多 最近一年 很多的体制内的 各个高官 纷纷落马 人人自危的状态 你觉得当下的这两批人 政协都在这个中共体制内 包括文贵先生说的 99%的党员都是好的 那你觉得在当下的 这个灭共的形势下 这两批人的一个生存环境 是什么样的 对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 灭共进行时 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推动 刚才艾瓦也说 你说中共这些官员们 能知道吗 有些事情还是通过爆料革命 通过很多的消息 所谓的 他们才能 有时候才能警醒一点 才能知道点真相 确实 就是共产党的这种体制 你不是铁拳砸在你身上 你无法想象它的物 而且他们这里面 99%的人也不知道 怎么这么邪恶 他们真的没有亲身经历 等他们亲身经历的时候 等他们铁拳 等这张达摩斯剑 砸下来 砍下来的时候 他们才 不是 李嘉诚都说过了 当你听见枪响的时候 再跑都来不及了 你们可以看到咱们片头 当时一晃而过的 王少军 所谓那是中将 那是中央警卫局局长 王少军 是吧 中将 你说 他是真正的保卫中南海的 所谓的玉林军 但是你说他能知道真相 到了他这儿的时候 谁把他弄上来 真正的8341 那是卓恩来一手创建的 毛泽东亲自独占的 你们这些所有出来的人 我共产党 你们所有的这些中共的干部 我说的99%的 你们的这些干部 你们真的 浩海东讲完 你们但凡不是个傻子 你们看一看历史 你们要明白 你们他们连个 在共产党眼里 你们连个 连颇屎都不是 这不是我浩海东 看不起你们 对吧 一个王少军的 忠将了已经算 共产党很 牛逼的人了吧 所谓 但是也没用 你也不是上将吗 一个8341 所谓的失职单位 最后都是最牛逼的 杨德忠 忠将吧 对不对 上将吧 杨德忠这是第一个 是吧 你们知不知道 对吧 真正的这些人 能让你们掌握权力吗 我问问你 王少军 你就是中将 你有一颗子弹吗 今天我问问你 真的共产党的官员们 你们想一想 谁有枪 谁有子弹 谁就是这个里面 真正的核心 我讲了这个 没有几个人能懂啊 我一直在说的这个人 杨德忠 你们要知道 他是周恩来的侍卫长啊 在文革的时候 他不仅把杨德忠保护起来 让他去了陕西啊 回到他的老家 西安那边 陕西的军分区 他连把他的儿子 包括陈小鲁 人家的儿子都39军当兵 陈一的儿子 陈小鲁 他的孩子杨海燕 那都十几岁的孩子 人家39军都当兵去拉了 文革闹完 抓完四人棒 周恩来又把杨德忠 接回来 去接他的事 他的老婆邓永超 弄得他的妈妈和他一块回到北京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东西都是 那么他 杨海燕的身边的总经理是个女孩了 叫云小兰 就是我为什么讲讲 就是说真正的 中共的这些权力的核心的时候 你们老百姓你们不知道 你们看见的这些什么王少军啊 什么这个这个李尚福啊 什么这些 纯属扯淡 屁用 屌毛 屁用没有 真的 连个 鼻牛鼻毛都不是 云小兰 云小兰的父亲 那还是上讲 你知道他的老公是谁吗 对吧 一个人 我们看见的就在一块跟杨海燕一块吃饭 崇北啊 叫陈崇北 老头干妈巴就在那 大家可以查啊 陈崇北 你再去看看 那他的爹又是谁呢 是所谓的不大官 所谓开国上将 那也是 陈崇涵 那陈崇涵又是谁呢 那是 干男 就是第一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法院的院长 你们 啊 他 凭上将的时候 那都是要老毛的周恩来都要过问的 啊 人家这些人 哎 不是你听过吗 你看见过吗 你 你连知道 不是 你也感觉他 没什么 一个糟老头子 知道啊 就跟陈崇北 是吧 那陈崇涵也没多少名 但是他是 一直跟着 老毛的身边的 他可比汪东兴这些资格老多了啊 我可告诉你们啊 人家这些人 都是真正拿枪杆子的 拿着枪子弹 逮谁 逼谁 弄死你就 一下 你就没了个屁的 你找谁去啊 他们今天 杨德忠 那是周恩来的侍卫长 你们要知道啊 周恩来就是最大的 间谍头子 对吧 他是整个中国 所有的这些 从 对吧 这个这个开始以来 最大的那 那是杨德忠 就是他的侍卫长 一直跟着他 夺铁的工 他 人家 开发的四合院 人家的四合院 这个这个南池的公馆 96号那个 那个沙发 那都是中南海的沙发 白不吃辣的 白 白蛋的 是吧 那你 不是瓦萨奇 对吧 不是什么名牌 不是枯起 不是分 这个达芬奇 是吧 人家一样 就那几个沙发 你去来 试试 你在天安门旁边 你挖地下室试试 那 他04年就有了 他那个四合院 就有电梯 我就问问你 底下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地下室 怎么挖 你 你再离天安门 也就一千米 五千米到不了 这地方 在南池子 我就问问你 你能挖 挖东西吗 这开玩笑 一样 对吧 你 你吹牛逼 你 许家印 王天林 马云 孙国民 你试试 你给我挖一个试试 你们去 但是 他们你们知道吗 老百姓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而且到了今天了 你听说过 你抓得着人家吗 最早开始 公司的 杨海言 你们知道吗 他在办公室 在劳动公园里 你们知道吗 最早看大忌 那个大忌96年不到 那个大奔驰的那个忌款 我就问问你 你怎么 谁见过 我问大家一声 当时 谁有见过 你见过可能奔驰 个别的 老管 什么皇冠 什么 有见过奔驰忌款的吗 当时人家就开这车 第一 你们跟别人玩什么呢 都是假的 你所有看见的 这些 遭毒 大黑 反腐 你们看见的 都不是真实的 共产党 所有的这些高官们 我也告诉你们 包括体制内的 你们如果今天 不灭的这个体制 包括你刘元 刘元 今天 包括张海洋 你们都听着 对吧 你们都知道浩海东讲的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每一个是不是真实的 你们帮着 所谓的胡啊 帮着习啊 搞掉了 徐才后啊 古俊山 什么 对吧 徐才后 郭伯雄 这是刘元 张海洋他们弄的 开始军中反腐 完了 康晓辉 弄了一块的 古俊山 徐才后的大秘 最后 他开玩笑 古俊山那是中将 康晓辉 当时还是大笑才是 当然 他是 徐才后的 大秘 他们一块 所谓的 弄掉了 所谓 军中反腐 把徐才后 郭伯雄 古俊山给弄掉 我问问你 刘元 海洋 张海洋 你们 包括 康晓辉 这些 我们都好着了 那 问问你 你们如果不灭了 这个体制 刘元 现在都已经 所谓的人大 什么什么 一个 这个 这个 副主任 是吧 张海洋 连名都没了 你还能听过吗 张海洋 的爹 那是张震 你们要知道 曾经也是 成都郡区的政委 张海洋 可能落点关了 因为跟博 对吧 这就是共产党的体制 他们不会弄死你 但是你们永远没有出头的这一天 你们就别想了 能让你活着 你就可以了 你出国想都别想 今天 刘元 张海洋 你出国试试看 还甭说 抗养 那都是现役的 少将 你们不灭了这个体制 你们一个人都没有 何况你们还连赵家门都摸不着的这些人 你想想 就像王少军这些 在共产党眼里 什么都不是 你所谓的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了 已经是中将了 分分钟拿下你 你都不知道旁边哪个人是来监视你 对吧 他就是所谓掌握中南海空枪的人 他有这权利吗 杨德忠已经退休了 依旧去见他的时候 要过四道警卫 进中南海只三道 过他要四道 这是吹牛逼的吗 为什么 他是保密办公室的主任 保健办公室的主任 开单子给你治病了 拿枪上子弹 可以干死你的 一直还人家没退呢 为什么习近平2009年 可能201年要忘了 就是他在上位之前 那是去看他爹的 当时还是军委副主席 那是杨海言出的书 给我的 很多人要他书 他出的书啊 杨海言的书 就是他不卖 他都送 但是上面 你想想一个人他可以出书 而且上面有习近平的照片 有看他爹的所有的行程 有他爹的讲话 有习近平的讲话 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有谁 有着本事 你吹牛逼 对啊 你来妈给我出书看看 你来妈把习近平的照片 把他的话给我讲讲 他讲是 哪年哪月去了 看了谁 跟我爹讲 你给我说上 你还能活着 我他妈的真的给你跪下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 就是说当你了解 当你知道 你如果不起来 通过智慧勇敢勇气 来去把这个体制给灭了 个人没有任何意义 你今天是省长 你今天是国家主席 今天是书记 明天你就是接下球 杨德忠说过 他就是在人民大会 当开完会 这是杨海言书上 我看到 他说今天 你别看 可能是今天坐上兵 明日接下球 这是一个 中文来市委长 中央警卫局 8341的政委 上将 是吧 曾经的中办的 什么常务副主任 什么五任的总书记 他服事了啊 这些什么邓小平 什么胡耀邦 什么这些啊 什么这都是他弄的 送胡耀邦的骨灰 还是什么的 那是 这个这个 杨德忠和 一个好像温家宝吧 护送的 撒到了什么江西啊 湖南啊 类似这些啊 那这些人都是真正核心的 我今天问问你 温家宝的事儿少吗 大家对吧 温家宝他老婆那张培定那是假的吗 那是戴蒙德的老板 世人皆知 这还有我们边吗 对吧 那你反独嫂黑 反得着 反得着他们 一点事情 我问问你 你怎么不查查 他有事没事 你得给老百姓个交代吗 你们查着吗 那最后怎么 徐明儿就 一头栽在 邪宁监狱里 就心脏病了 你们 给个交代没有 是吧 就这样 连事件都没有 来拿骨灰了 就伤了 你给我个解释解释 是吧 你共产党这些 所有的体制内的人 浩小龙编的瞎话吗 对吧 你们告诉我 出来出来说 我的浩小龙 你还胡说八道 2002年开始 2020年开始到今天 三年多了 对吧 我能做的每次直播 浩小龙没讲的话 没得 到了今天 如果我有 瞎话 我讲的他妈的 都是胡说八道的 共产党这里面 这些大外宣的 这些孙子 这些脑残粉红沫 不得出来 给我讲讲 说浩洛 你胡说八道 人家徐明儿 不是在 先进监狱 人家的歌不叫徐明儿 你胡说八道 杨海言 不在南池子96号 对吧 他爹 他的公司 不在 劳动公园里 是吧 他没开过大计 是吧 你这么胡说吹牛逼 是吧 他的地下室里 没有长城的砖 讲讲 有吗 对吧 还甭说这些 公安员们 就像薄熙来 打死他 他都想不到 他会被抓进去 没有可能 是吧 你看当时习近平去重庆 那还都非常客气 哎 习近平怎么去重庆 对吧 政治局常委 像胡锦涛 文家宝 人家都没去 对吧 你习近平 掉不掉 去给薄熙来捧啥 臭脚 你唱红打黑 你也去 你不是最怕这个吗 是吧 你想想 中国的政治 有中国的这种事情 多黑暗 多可怕 那谁去的 周永康去的 对吧 周永康 薄熙来都成了 反党反决兵了 你习近平也去了 不是 这怎么就 这些 当你能去 考虑的话 你能反思一下 你能自己 去真正认识到的时候 共产党 这些 所有的体制内的人 你们去想一想 这么多的将军 被整肃 你能说 只是这些将军吗 还甭说这些喽啰们 什么 省公安厅 厅长 市委书记 市长 省委书记 还甭说这些 想一想 中共军队 所有中共的命根子 这些军队的将军们 为什么你们成为今天 我不相信你们生来 就是坏了 不过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因为你们曾经都跟我一样 从小当兵 只是我踢球 你们当了兵 你们在军队里 而且出早操 什么叠背后什么的 但是所有的教育里面 你们如果只说 我就是训练成绩好 我就是打把打的准 我就是跑越野跑的快 我就是叠背后 叠的整齐 守纪律 是吧 为党忠诚 为国家 为人民的话 你们 永远也到不了 你们的位置上 没错吧 因为你不行贿 你不送礼 你永远提补到连长以上 你赢级干部以上的开始 就要点钱了 你不点钱 没有你上升的渠道 这就是现实 你想想 在这种体制里面 你不把它灭了 你们只有去送钱 送钱不外乎两种可能 一个 你升官发财 对吧 第二 你就要被整肃 你去送钱 就要给人跪下 送完钱 就可能被人利用 完了被整肃 你不送 你最后 白白浪费青春 要不成炮灰 要不就回去 成为下岗的人 或者是被 怎么着的 没有任何的意义 白白的几年的 军旅生涯 都是扯淡 白受苦 回到乡里面 回到市里面 没什么好工作 没什么好待遇 一样要维权 退伍军人的保障 狗屁 整天八亿大楼维权 有的是 那些越战老兵 死了的 还不由头猪给的钱多 这都是真实发生的 你们如果还不决心 不把体制灭了 你们做成刘元了 对吧 做成刘晓江了 做成什么这些 康晓辉了 做成王少军了 做成刘少奇了 一样会被灭 你们如果 我做成大官 我利用体制 我来灭掉政敌 我再去好好的 给国家 给人民带来福利 纯属扯淡 你们不可能 因为这种体制里面 不会让你这样的 你想这么干 有几个人呢 一个 十个 一百个 没用 张又亮 张爱萍的孙子 是吧 跟小叶都好着呢 是吧 我们一块吃饭 他的观点是 东哥 我们还是需要 改革 需要精英 我们的精英 所谓的精英 就是他们的 所谓的赵家人 他爹算是 沾了一点 两瓶 张爱萍 对吧 他的爷爷 他的叔叔 还是 就是他的哥哥 或者弟弟 不知道 就是他有一个 就是他叔叔生的 或者是他 他大爷生的孩子 是跟汪洋结了 去 娶了汪洋的女儿 你们这些人 你在现在听听 汪洋去哪 张又亮 都是孩子 他能天真到 最后跟我们讲 那我们就 战场上见 他要跟我们 战场上见 因为我们最后 站出来 最后跟他 讲了这些事 最后再 我说 佑洋 你别要 别天真 对吧 你如果还 这个天真到 以为 共产党会让你 上了战场 你真的天真 你只能 弄死中国的老百姓 你连战场 你都上不来 真正要打起来的 你连 敌人是谁 你都不知道 你就没了 他们这些人 孩子们 年轻人 他们没打过仗 不知道 现在的世界科技 到了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 中共的腐败 到的 一个 一种什么程度 什么导弹 灌了水 刚爆出来吗 咱们的导弹里面 都是不是油 是水 奇怪吗 你们感觉 还奇怪吗 二十多年前 就有人跟我讲 东哥 我们空军 要训练 每天 对吧 要飞训练 他说 没人训练 谁训练 但是 每年的油 你要最后 劈进来 那这些油 最后要消耗完 怎么办呢 对吧 你要那么晚 你要最后飞行啊 什么 他说到了年底 突击 现场 先把油 如果有存了 就先弄上飞机 就这两天 把它飞上去 全撒了就完了 完了 再去 申请预算 没有说按照这个正规的 说训练 什么每天 什么还要去那种 这帮孙子 你想想 这是二十多年前 而且告诉我 我们的训练大杠 还是日本二战的时候的大杠 我们的训练大杠 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都几几年 大家想不想 就像这样的军队 你们还期望他能打仗 张又亮 你还跟我战场上建 你说你建啥 你们的导弹 都是水里面 是吧 你们的盖子都拿不起来 就是这些人真的不知道 而且这还是不在 有敌方的情况底下 人家美国人 什么日本人 不用打你啊 是你自己盖子 起不来 动力可能电 没了 是吧 你的运输的 那些车轮的 爆胎了 是吧 公路 哎能的 一下塌方了 这些 这太正常了 还不用别人打 你们就得损失 一半以上 因为 对越自卫反击战 就是一个例子吧 所有被送上前线的 这些战士们 里面有我们踢足球呢 孙长廷 那小叶也都知道了 所谓有甲之 给炸断的 完了回来 开了甲之场 都很好 他就是原先踢球 完了最后 没选到八业队 最后 他弄到了 南京军区的一个 多尔军 他就是 谁打过枪 送上门罐车 在火车上交给你 拉枪转 干什么 到了前线 就往上冲 你上去 炸断腿 你自己不爬回来 死了就死了 这都是他亲身经历 是往后一通编的吗 你们打仗 怎么打 你们的炮弹 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打不着人 你怎么跟人打仗 对吧 这个 我在这儿讲的 很多的 唯一中共对全世界 对美国 对日本 有威慑 就是他的核潜艇 他的潜艇 可以出去 埋着 完了最后发个东西 完了他们告了 我们发出去了 人家也定位 我们也得死 但是 就跟你拼了 就是耍无赖 就是你如果 不 这个跟我 所谓的勾兑 我们就耍无赖了 反正我们有人 我们不怕死 这是他们 所以为什么现在 频频的换了很多的 海军的将领 都上来了 但是海军也是 最腐败的 这帮孙子那简直是 这个这个就是 真的拿潜艇 拿军舰都走死 这是海 中国人解放军的海军 他是最腐败的 你们指望 他们能打仗吗 都在潜艇里 死了多少的 冤死鬼 出去的故障 所以大家不用再去 为他们 再去做无畏的牺牲了 但是 如果你们 没有勇气 没有智慧 没有大家 去有步骤的 来去灭了这个 体制的话 你只是说 自我自己想 当然说我能上来 我来当清官 我来当报公 我来当包整 没有任何的可能 在这种体制里 你别想 习近平可能当年 也这么想 是吧 薄熙来也这么想 我看见了这些腐败 不行 我得把他们整治 我上去了以后 我要把温家宝 他儿子 首先收拾 温家宝的儿子 首先温家的 这个 贪腐问题 要解决 这都是薄熙来 基本都属于 公开 半公开的 这么恨不得 讲了 他要 这种 整肃的 类似这种 你想想 你不死 谁死 共产党里面 能容得了 你所谓的 清官吗 没有任何可能 这个东西都是 他们 你不沾着屎 你不跟他们 同流合污 你不最后 跟他们一起 沆瀬一气的时候 你就最后成了 腐败分子 你就成了 反党反革命 你就成了 人 公贼 这就是历史 那到今天 给的答案 就是你们 灭共 就是救自己 不用救我们 我们不用救 你们救救自己 好的 谢谢 郝董 说的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我还给雅各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还给雅各 谢谢 是是 郝董 其实我是想 接着您的话题再讲 因为您刚才是 根据您过去几十年 这个真实的经历 你把这些 体制内的 这些 这些人 他们的一些幻想 给戳破了 对吧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可以靠着这个体制生存 对吧 我可以一步步往上爬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将来可以去改变 这个体制 要怎么地的 那你都把他们戳破了 其实你那句话 最后 你是把它引到说 还是要把这个体制灭掉 那这个呢 就是郭金生之前提的 这个以共灭共 那能不能请您 再具体讲一讲 就是为什么最终共产党员 有良知的觉醒到 99%里面那些好人们 他们唯一的出路 就是要灭掉这个体制 如果他们不灭 最后他们都会被裹挟着 要么成了贪官污吏 要不就被整肃了 你们想一想 就是说 走到今天中共的体制里面 有所有的人可能说 凭一己之力 你能改变了吗 你不可能 你只有灭了这个体制 你们一起 其实很简单 是吧 你说复杂吗 扯淡 你说他能都把九千万党员都杀了吗 中南坑所有的那三五个家族 所有所谓控制枪的就那么几个人 对吧 三五十个 他们最终要靠谁维持这个庞大的这种体系的运转 他要靠这些九千万党员呢 不用多 真的七哥说过 一百万人 有一百万党员 九千里面 是吧 百分之十 九百万 不用 对吧 再给你打打指口 再给你 有一百万的人 真正的 大家出来 你随便一个东西说 中共的体制不行 我们要 解散它 要解体它 要还给中国人民 一个真正一人一票的世界的时候 共产党上哪去 弄你去 我不相信 现在的新中国联邦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吗 不管七哥也好 什么小业务 什么你 什么 没关系 我们在不在了 跟这个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有啥关系 是吧 我们在不在 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都会在 对吧 他永远会说 我们是灭共的这么一个态度 新中国联邦2024年 消灭2020年 六四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 我们就是要灭共 那你说 那你说我们宣传完了我们在不在有什么 我们是要灭共 大家一块去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所有的行动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的平台 我们的盖子河 我们的激发人 我们的喜币 喜联储 VHP 所有的这一切 我们去灭共 你说 共产党里面所有的九千万党员 你们有没有这一点点的勇气 智慧来去解体了消灭了这么一个邪恶的体制 对吧 他能建起来到今天 那他一定会没有 我曾经 在微博上 你们都可以 就是我每一个字 每一个都有过往 都有记录的 都可以查 微博上有我写的 我说共产党这种体制 就是一个朝代 只不是有清朝 明朝 唐朝宋朝 你是共朝作为的 我说朝代 就是有开始的 朝代都是开始 有更迭 我说有开始就一定有结束 世界乱物 所有的东西 只要是你有开始的 你一定会是有结束的 没错吧 这个东西你 时空洋 所有的你们这些 你拿什么来反驳 我说只要有开始 就会有结束 所有的朝代 只要是朝代 他就会有开始 那有开始就有结束 亘古不变 无法阻挡 你共产党一样 你走到了今天 你怎么可能不灭 你不灭 那他们这些人怎么活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九龙治水 什么七昌卫 就剩习一个人了 这个东西也不是 我编 我不用 对吧 你跟所有这些人 你们去体会吧 什么刘元 张太阳 什么 这些人 你们自己体会吧 你们到了今天 当然了 他不会杀了你 现在 有的也不好说 那些女婿们 你怎么说 刘亚洲已经 不明不明的抓进去了 是吧 那都是 中共所谓的 股东里面的 人啊 那都是上将 你们的 不去吗 所以 咱们在这讲 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 不去有这种能力站出来 不去最终 说服自己 感觉 我还依附着这体制 我还能 我再看一看 我再那个 那可能明天就是你 你永远也想不到 一个秦刚刚刚上任 才多少天 那都是外交部部长 一个李尚福 国防部部长 一共上任没多长时间 不明不明 人就没了 人没了 你不是说你这个职务没了 是吧 咱们这 现在 上来一个海军的董军 国防部长接了 问题是 李尚福哪儿去了 是吧 你在给大家 所谓冤有人 见尸 见人 活见人 死见尸 你人哪儿去 你给我们个交代吗 有吗 你说你们害怕 中国重走回文革 我就问问你 现在跟文革怎么样 只是大家 没有打着 所谓的这些 红旗上街 但是所有的 发生的事情 跟文革有区别吗 你们不去 来去推翻这个 你们就是下一个刘少奇 下一个彭德华 下一个薄熙来 下一个周永康 你 你变不了 当然 他们共产党会 所谓的 看看有的人 哎 留你一条命 是吧 但是你 能不能过 好不好过 能不能 离开这个粪坑 你都很难讲 你们 知道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陈小鲁 知道发生了什么 苏玉 苏惠宁 他们知道 发生了什么 刘亚 就知道 发生了什么 刘华清 不知道吗 对吧 一样的吧 他们都会 深深的 提高 我靠 太邪恶了 黄振家 知不知道 叶剑英家 知不知道 曾庆宏家 知不知道 江泽民家 知不知道 你们是 推出来一个 韩正 我就问你 习近平 他睡得着觉吗 旁边就是韩正 是吧 你 那是从上海 一直跟在江 邓庆宏 陈良宇 黄菊 什么 身边 这个人 你要看 知道吧 韩正 一直在旁边 没离开过 没倒过 包括习近平在 什么 最后人家 到了今天 我就问问你 习近平 能睡得着觉吗 他跟这些人 可以达成 勾兑 是吧 可以答应 我国家主席 他国家副主席 我不行了 他接 类似这些 我就问问你 如果今天 韩正上来了 你习一定能保证 你的老婆孩子 你的兄弟姐妹 都安然无恙 你的这些 所谓的什么蔡奇 你这些哥们们 韩正都不整肃 是吧 共产党 所有的这些 你们的这些 国外员们 体制内的人 共产党员们 你们去想想 拿你们的脑子 拿你们的钉去想一想 会是什么结果 你们还相信吗 就像习近平上来的时候 一个道理 他们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他 比较民主 所谓的开放 是吧 所谓的 任老师 很憨厚 对吧 对我们的 你想到到今天吗 一样的 当有变动 变化 变革的时候 共产党一定是人头落地的 而且每个朝代都是这 你不用想 你只要这个体制不改 你们每个人都一样 连踢个球都已经被抓出 多少个去了 我都说嘛 李铁终于上了CCTV1了 从CCTV5 是吧 终于随了 这个 你想想吧 这个多么的可怕 一个足球运动员 我们看着一个 寒冷 真的 他踢了那足球 真的 就不会踢球 真的 真的就只会跑 他那个长传 到现在还在连刀球 都不过膝盖 那叫转移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可以通过他的人人 通过他的关系 通过他的运作 通过他去贿赂 通过他去 是吧 诸管户 完了去 通过他们这些足鞋 所谓的老教练们 所谓的那个讲好话 所谓再去 哎 拍好马屁 弄上人 以后 哎 最后 他来上 哎 感觉 哦 你看 我从小的梦想 我要当国家队教练 我成功了 最后的结果 你他妈死 都找不到分头 你哭都找不到分头 真的就是这样 你都不是 所有这些 都是他们的替罪药 今天需要你 你是民族英雄 明天不需要 没告诉你吗 你就是他妈的剑下球 踏上一万只脚 永世不得翻身 把你最后就打成了什么 这些反面点心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从的 打平凡球呢 厉害吧 那都跟江秋 恨不得都上了床 这个大家 都知道 包括那个荣国团 自杀的时候 多惨 所以 这个 大家 有这种 思想的时候 有这种 觉悟觉醒的时候 还是 应该 能付出点行动 我们大家 可以付出点行动 需要给党内的这些 就是有权利 他们觉得 这个铁拳 不会打到他们 头上的这些人 他们需要真正的 冷静下来 好好地思考 这些所有的来龙区埋 我觉得他们得面对现实 就像有的人 打了这个疫苗 以后 然后听的 如果说他们得知这个疫苗 如果说这个疫苗是不好的话 他们就不想面对现实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他们真正的需要冷静下来 面对现实 来真正的好好梳理这些 所有的这些事情 看看到底是不是 这个新中国联邦的这些战友们说的 对不对 你的酒肉 淋池 是吧 那个 酒池肉淋 你们的这些 奢靡的生活 所谓的共产党 给你的这些特权们 你们想一想 你们这一万多天 而且最后那三五 五千年你还能活吗 你七老八十了 牙都没了 对吧 你还吃得懂 你所有给你的这些幻想 你们的特权 你们所谓的喝了茅台 这个醉生梦死的这种生活 真的就是你未来人生吗 你给你的孩子们 给你们的未来们 给你们的家人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小小的一个县长 确实 那就可以鱼肉香里 鱼肉老百姓 过得比皇帝都好的生活 现在共产党的官员就是这样 随便一个县长 县委书记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得想一想 他们现在在这个权力的时候 他们可以如鱼得水 但是你他那些人 他不能保证他 所有的人他都不得罪了 对吧 他肯定有不平 摆不平的时候 有躺好了这一波 得罪了那一波 但是一旦他们 就是说退休了 没有这个权力的时候 或者他们的子女 当在某些的时段的时候 他能保证他的子女 都能如鱼得水吗 没错 而且他能保证 他这条线上的人 永远就像薄熙来一样 对吧 许才厚一样 他们这条线上的人 你所谓的 把你踢上来的人 他永远没事吗 这就是共产党最大的 这种恶就是这样 你给你 他无腐败啊 给你 但是一旦 你失事 后果 真的太惨 而且 为什么一进 所谓的中纪委 全都下尿裤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曾经怎么对别人 别人今天就会曾经怎么对你 修秦城监狱的人 就在秦城监狱里待了九年 是吧 这是吧 这是所谓的北京市的 国安局局长 原先 这都是 这里面 所以啊 共产党这些人们 你说 这是一个 云南第一间的 政委 副政委 跟我讲的 是吧 叶浩说 哈喽 我们开会 最后讲 每个单位要讲一讲 最后监狱的这些司法的人 最后讲 我们还是要把监狱待遇的都提高提高 他说你们的学校也好 医院啊 什么这个也好 咱们退休了 都不会再去了 回不去了 但是监狱我们可能能进 这都怪了 给自己找后路 人讲的每一句话 就是他们知道 你们把监狱的得罪了 不把监狱弄好 最后可能害的就是你们自己 因为你们不知道哪天哪个人 最后都会要竞选 去他那报道 琢磨的灰色幽默 这个东西 你想一想 共产党 你们这些体制业的党员们 你们听听 你们有点反思吗 这是我们亲身的经历 都是我们在自己 跟你们这些每一个人的经历 何况有一些人本身真的不坏 是吧 本质没有那么邪恶 他们真的不是说那种坏人 炒蛋的就是说我要 就是生下来救你吗 是恶魔 大家都是为了一口饭 对啊 都是为了生存 那你为什么 不灭了共产党 让我们自己 生存环境更加好 而且更自由 是吧 就像我们 我今天讲 我后来都没说 我不当组写主席了 不当团队教练了 没有踢成什么球星了 我就不愿意 没有啊 我都感觉只要能让我 真正在一个体系里面 公平公正相对的 就OK了 我有本事 我就能踢主力 我不行 我打个替补 对吧 我上场30分钟 是吧 我凭我本事 拿合同 我感觉没什么 都挺好 很自由 有尊严 我不用向领导送礼啊 对啊 我不用去贿赂你啊 我不用去当孙子啊 比如我们本事 我官员 反正没意见 他当的好的呢 对吧 我们竞争吧 这都是 没问题 连户争吧 是吧 这很正常 我们在场上见 这个有什么呢 你裁判只要相对公正 你不能往这操纵裁判 开始你妈的 这个这个 来去胡来 你看 离铁走到今天 那都是有先兆的 他不是说今天他被判了 什么今天被抓进去 可能吗 我跟大家讲吗 有一年的金球奖 最佳运动员是他 没有可能啊 我忘了 是2000年啊 2001年啊 我是最佳射手 最佳射手 没法这个这个这个做奖 因为你提起来多少个 最多的这个人 最佳射手 对吧 你不能说 我进20个 你进18个 你最佳射手 那不行 但是这个最佳运动员 这怎么 金球奖 这时候足鞋的平啊 那他就可以 真正的人为的 来一点操纵了 因为这玩意很难讲清楚 你浩海东进球最多 你不见得助攻最多 是吧 或者是怎么着 他讲个理由嘛 当时你想我们是冠军 我进球最多 肯定我助攻都不少啊 以我这 都 你 我也应该拿 当然我这之前 我都拿 都拿过 但是那一届最可笑的是 他把这个 最佳运动员 搬给了理晴 我靠 当时我也没 因为我也不在意 这些玩意的 我得了无数 我说他为什么得 我说你也得 我说你能得 我说就是因为你能跑吗 跑12分跑 对吧 我说你怎么这么 后来足鞋说 他没得红牌 我靠 没得红牌 可以得最佳运动员 我靠 这全世界的笑话 但是为什么他呢 他肯定去 他肯定找人 他也是 去贿赂了足鞋吗 要不不可能吗 对吧 你想想 当时才2000年 或者2001年 或者2002年 对吧 就是他20多岁的时候 这个人 他就干了这些事情 他们 他就选择走这条路 对 他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 就把自己 弄成了这样 因为他知道 因为中国户 就是你不给他送礼 不请他吃饭 不来 他就不会让你 更好地在对里生存 你想想 有这种土壤里面 有这种教练 包括你说高红波 他就会去送礼 几万块钱 这都是公安部被定性的 最后出来的 都在全国报纸 电视都有的 都能做到中国主席的副主席 主抓什么青少年 你想一想 就在这种土壤里 我就问问大家 各行各业 每一个地方 有没有一点点 能让人正常的来去生活 工作 来去凭自己的本事 来去的土壤 连一个这么样的地方 都被充斥着这些 这还是所谓的市场了 那乒乓球 乒乓球 那就更别提了 因为他们更是黑箱操作 更加没有职业化 更加没有市场 你骂了 谁说你行就行 不行 那都让你随便 反正你给我送礼 陪我睡觉 你骂了 最后就 弄你进国家队了 弄你进省队了 就是他的一个队友 戴玉 那在南京 还最后 打羽毛球打 就给小女孩 弄成了最起码 富处的干部了 恨不得现在都生正处了 他的女儿胖子跟猪似的 完了也给弄到 提供队下 打羽毛球 你这不是扯淡吗 你说小女孩 人家不愿意打 他就能 那他爹还是什么 混双冠军 什么刘勇 对吧 那他们就能 他爹在 审队教练 你想想 那这个你一占了个坑 那其他孩子是不是就少一个 这个萝卜就没了 坑 对啊 你进省队 他都是有名额的嘛 比如一批进八个 或者多少个 因为体工队 他是有编制的嘛 他是有名额的 工资的嘛 对啊 你想一想 多么的黑啊 这就是这样 你说公共产党体制里面 你真的 你不灭了他 我就说 戴孕 刘勇 你们以为 你们这样干了 你们的女儿 就能好了吗 我就问问你 你们永远是 出级干部吗 申俊和葛飞的孩子 也是在羽毛球队 都是这样子 你 你 你可以打 你可以的 在市场上 是吧 你不能说拿东西 最后拿人为的来去 你到市场上去 到球场上去 而不能平级 是吧 不能 大家来去操纵 这个东西 你就背离了 最后的 基本的公平了 对啊 所以 所以我之前就说嘛 这个体育行业都已经 都已经靠送钱 这个搞人际关系 然后才有 可以上场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 也已经烂到根了 就是烂到 为什么我们 真的 你刚才 雅各问我 让你站出来什么 我就告诉你 我们就是很单纯的 就是我就是看不惯了 已经没法再让我 去 认可这个东西了 因为 我 到后来 我才 真的听说 进国家队 需要给领导 给教练送钱 这是让我 简直无法理解 因为当时在我们 踢球的时候 如果 你就算水平差 你要来到国家队 你是会被大家嘲笑 愚弄的 那苏博珍来了 都会被愚弄的 因为你水平没那么高 是吧 大家就会 把你当成一个笑话 笑料来去 向范之义他们 去捉弄他 你想想 连苏博珍这种人 当时在我们 国家队都没有 完全的说 能去得到 这么认可的时候 你说到后来了那些 妈的 真的 真的不会踢球 对我们来看 但是没办法 他有的是通过关系 运作 各个俱乐部 你看 竹鞋这些孙子 他们要操纵 到后来了 一个外籍教练 一个外交 像米卢 他为什么 都带不来助理教练 包括施拉普纳 包括霍顿 都没有助理教练 竹鞋给你全配上 我可 每一 有五六个 四五个 你看 当时九七年 赤尚冰是主教 那个 欺负生是主教 旁边有赤尚冰 金志阳 古明昌 陈锡荣 完了 有主席 你想想 一个主席 就是我点了 有多少歌了 后来米卢也一样 什么赤尚冰 金志阳 什么的 这个徐涛 什么的 这些 就是一个一个的 大家都来自各个俱乐部 为什么 利益 好军战 利益 共同体 要搞平衡 完了以后 各个俱乐部的教练 就会 推荐 这个 自己的人 这个球员 他妈的主教练 根本没有真正全国 选到 哪一个 就是 要决定的 对吧 你根本没 多少的决定权 说不要你了 最后就换一个 他们说了 能差到哪 你又不是没戏 所以为什么海东一直在说 足球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 这个在这个足球的这个体系里面 他就是 你主教 你看是主教练以为是搞专业 他其实就是在搞人际关系 在在搞这些 就方方面面 一个上海话叫倒家我 对吧 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游历在这里面的一个 就是中国足球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你们看到的这些 所有呈现出来的 全都是这样 而且 所谓的 他们要骚毒打黑足探 他妈扯淡 如果中国足球上不去 是某一个足球主席的事 某一任教练的事 某一个所谓 局总局局长的事的话 那你们这事太好办了 对吧 抓起来 对吧 判了 毕了 对吧 中国足球不就好了吗 又有什么呀都十几二十多年都抓了这么多人了 那你说就是因为这么个别的人 他来阻碍了一个行业的发展吗 他妈不扯淡吗 对吧 那你的纠正纠编机制 那太差了 对吧 那你随便 你为什么 全世界这些足球俱乐部 足球的这些 各个国家的话 人家相对公平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事 水平相对比你们高的多的多 而且不像你们认知的 哦 什么人家打仗了 人家这个国家穷了 跟这边有弹逼关系 是吧 人家这个体系都在 足球的竞赛体系 培养体系 土壤 一层一层的选拔机制都在 都有职业联赛 跟这你穷富 打不打仗 人家那个足球场上也不打仗 人家这个国家打仗 人家好的球员都在各个国家的职业联赛上踢球 跟你们最后打不打仗 跟国家打小 有半毛钱关系 是吧 但是共产党要愚弄你们的 大家的 就是让你们 众说纷纭 就是让你们愚昧无知 你们永远找不到真相 而且永远让你们都吵起来 打起来 互相直接 哎 这时候好了 他就得意了 是吧 共产党里面的党员一样 体制内的你们 要知道 所有现在的一切 就是他们让你们的互相的斗 他们来抓 他们所谓的贪腐 谁跟谁好 谁又说了 他妈习近平的好话了 谁说的坏话了 谁这么说了 他跌了 他吸入了 你们不灭了他 你没有用 你今天说的好 明天说他坏了 你早晚有天他灭了你 是吧 这就是事实 好了 我觉得你刚才两位说的超级好 因为我特别喜欢你的那句话 就是说 足球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而且您刚才也说到 其实这个 这个生存环境已经越来越差 因为我记得文贵先生说过 这个独裁体系啊 就是残暴 独裁体系 它唯一可以继续的一个特征 就是残暴 而这个残暴 就是已公灭公的一个导火索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 导火索也好 这个独裁也好 都已经到位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些人他没有镜子照 他生活在这个体制里面很长时间 别人说啊 你美啊 你美啊 因为他没有镜子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丑还是美 他也没有判断这个丑美的标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2020年的6月4号 我们有了新中国联邦 我们新中国联邦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面 已经给全世界人不光是体制内的共产党员 还有国民看到一个可以不一样的新中国的一个希望 那在最近的这个MFest的时候 在那个Turning Point MFest 2023去年就是12月份 两位一定也观看了我们在这个凤凰城的一些采访 尤其是我们新生一代的 爆二代的这么年轻自信善良 有能力有才华的爆二代 站在世界面前 给世界带来最震撼的情报的同时 还展现了我们这个新一代的风采 我想问就是两位一定在看的时候有很多感慨 在我们走过这么多年的七年的爆料革命 到最后三四年的这个新中国联邦 两位的感慨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时候就想到了 就是说我当年 比如说二十多岁的时候 像他们这种年龄的时候 能不能像他们这样站在一个国际的舞台上 可以这样侃侃而谈 展示出我们真正的信心 从容 这种优雅 这种自我 我相信不可能 我没有达到像他们这种年龄 可以这么从容自如应对面对这样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中共的体制底下 大家所有的知识面 所有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非常的窄和进口 没有让你能去接受到这么多的 这些知识 这些场面 这些能让你自由发挥 你敢于讲自己的观点 能去展示你自己的 没可能 我们没有那种环境 而且我们也都没有 只是出来比个赛 也真正没有见识过国外真正的体系是啥样的 我们都不懂 而且像我们到后来了 职业联赛了 你可以每场比赛完还有采访 每一个就是州啊或者什么的有采访 那像他们后来一直就根本哪有什么职业联赛 一年几年打次比赛 赢了 你还能 还有人采访呀 你输了 连方人理你都没人理你 对吧 那采访那批 向谁表达呢 采访的时候不都得先说感谢 感谢领导 感谢教练 感谢妈 对吧 我记得上次是高运会哪届的时候 不是那个短道 冬奥会的时候 不是在这之前的零几年的冬奥会吧 我忘了 反正有一个女孩子就说 没说感谢党 感谢那个国家 什么领导 直接就说采访的时候 说感谢父母 那个给他们的 给他创造的条件什么的 完了就没说什么了 就说的别的 就没有感谢党 没感谢领导 然后就被骂了 没有感谢所谓他们的国家 这些在我们的年轻的伴儿的身上 不会再重现了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深深的震撼着我们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为未来要创造的这些条件 是让孩子们 让我们的孩子们 让我们的未来 可以越来越多的这种场合 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们 越来越多的这种平台 让他们展示自己 展示自我 而不是像我们 曾经的 年轻的时候的这样 我靠 连个平台也没有 连个自由表达的地方都没有 你也不会 也不敢 全是他妈的骗他话 全是你应该 已经必须要讲的东西 其他的 所谓自我的看法 一点都不会 有的 跟大家讲一个 挺可笑的事情也是 是吧 张华 拿着稿子 在上面念稿子 哗哗的流汗 这是在我们大连 曾经 当我们 所谓受剧 受奖啊什么 我们都是啊 你看像我 什么 劳动模范啊 我都有啊 你妈挂着这个 大的手袋 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先进工作者啊 什么劳模啊 什么的 我们都 对啊 反正只要你赢求了 就都给你这些东西了 在大连 薄熙来 什么 在八一队是挂这个 三重工 是吧 全军十家运动员 在大连 薄熙来 给我们弄 什么什么先进工作者 劳模 完了 那你弄完了 张晓华 当时队长 要要去上去 讲话 什么的 我靠 他拿着稿子 念 还是拿着稿子 就是 念 各位领导 各位 那个汉猪崽 巴达巴达 往下掉 最后 底下又憋不住 又不敢大笑 完了 大家都 最后 念完 我说一共 背你妈三百兆 一共就这么点 完了 最后薄熙来说了一句 看来 这个队长 在场上可以 在场下 这个不是他的 这个抢项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你看见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鲍尔代们 我们的年轻人 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这种气质 我们自我的从容 我们的呈现 给全世界的是什么样 想一想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会有什么样 就像我们是 后来 职业化的时候 慢慢的让我们 在表达上 在面对公众的时候 在面对所有的公开的场合的时候 我们有我自己的思想 是吧 我就说了 李铁这个孙子 最后从中央五 上了什么中央一二 什么的 我是最后 我是没有被判刑 我是东方之死 焦点放谈 这都是我们干的事 对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勇气 智慧善良无私 最后我们创造了平台 让我们这些鲍尔代 也慢慢的超过 好的 好 那我想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您比较了解体制内的 这些人的 他们的这个心理状态 那Eva刚才提到的 这个爆发带 整个新中国联邦的 这个爆发带的这种 这个自信 他们的表现 然后呢 整个新中国联邦 愿意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对吧 不像你刚才提到的 要交钱 甚至要把这个孩子 送出去 这个给别人乱搞关系 但是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些机会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体制内的这些 这个同胞来讲 是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因为谁家都有孩子 对不对 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才 没错 这个会不会 没错 没错 雅各 你这个特别好的问题 就是说 所有体制内的人 所有在国内的人 所有包括你们送出来了孩子 你们自己看一看 在新中国联邦 在我们爆料革命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未来们 你们的孩子们 你们的未来们 都会是什么样 就是你们不需要给浩尹东 给七哥 给艾瓦 给 送一分钱 你们不用陪我们吃饭 请我们喝酒 为我们做任何的 你们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强加于你们身上 对吧 你们踢球也好 打羽毛球也好 要想有了 我们有平台的时候 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们不会额你一分钱 我们不会吃你一口饭 我们不会侵占你任何的个人利益 我们只看你是不是这块尿 你有没有这个才能 你有没有这种天赋 我们来去能帮助你 让你陪伴你 一起成长 这是我们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所有要给战友们 要给未来 要给你们这些体制内的你们看一看 那 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 需不需要 你还去 被公屈膝的 去迎合这些人 像我们都有过 他妈的你去看病 你要去跟人送礼吧 那 就像从我的父亲 到我的前妻 是吧 到我每一次 我都要去给人家磕头 送礼 去给人花大价钱 完了最后 而且 这些药啊 这些东西 都他妈的有啥医保 医保 这帮孙子 坏到极致 医疗也是产业 他就告诉你 你看 这是国产的 便宜 但是副作用挺大 这个进口呢 没什么副作用啊 但是有点贵啊 你说这是你的 妻子 孩子的母亲 你怎么办 你能给他 用国产的吗 所谓的 便宜点 那你只能 用他所谓的 贵的 是吧 我就问问你 那没钱了怎么办 是吧 那我的父亲 是在青岛 说查说职场 要做什么 我不行 我到协和 弄上部长楼 当时98年 99年 一间房间 我的部长 给他弄一间 一天就八百 当年 98年 我是 但是有钱 我当时 等下我能 平常的人 在青岛咔嚓弄完 放话了 对吧 最后他不是 全检查完 最后 根本不是 就是骗 就是给你他妈的 过度医疗 就是 你想一想 在我们的 平台上 在我们的团体里 有可能 我们为了点什么 让我们的孩子们 让我们的未来 我们来去 讹你吗 来去给 需要你去送礼吗 读个书 大家知道 所谓有重点 小学 是吧 那我弟弟的孩子 都在青岛 我要请教育局的副局长 主转 为了上一个重点小学 要去陪他们喝酒 请他们吃 对啊 相信 就是说 我们的孩子 都在国际学校上学 也是 就是不想去跟送礼 搞这些人际关系 这很大的原因 其实也有在这里 对吧 而且 你要知道 孩子们就 在我们的平台上 你会很健康的 心理健康 人不 人最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头脑 你的脑子 心理 很好 你才能让你的身体更好 你都个傻子 你都 对啊 你身体 你能好了了吗 他怎么来去指挥你 你四肢协调 他们告诉我们 他妈的头脑发达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我就说吹牛逼 你他妈去拿个拍子 你他妈拿脚 给我停停这球 几十米给你传过来 来 你说你聪明 你还有文化 你给我停一下 你还不给砸死 你不 球都闷你脸上 你都不知道 球从哪来的 是吧 这些东西都是 共产党给大家中的毒 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 要让孩子们 能去知道的 就是你不需要 对啊 相信这个 Eva应该最了解 这回报二代的 这些在现场的 这些所有报二代 去参加的 应该都是他们自己想去 他们自己愿意去 没有人 对吧 强加他们 你们必须去 而且你也不用送礼 来 去 我让你去 对吧 这个东西很关键 你们在共产党里面 你可能吗 你可能吗 你选个班干部 所谓的去 那都是需要花钱的 是吧 需要这些家长 班长都要了 对啊 这帮孙子 这不是 好有种编子吗 你们共产党 我就问问你们 小学生 班长 受贿 你们听说过吗 小学 那真的是烂到根子里去了 七八岁的孩子 就小学 几年级 要给班长 就要给他钱 或者给检查作业的人 就是 这孩子们 我靠 这是有报道出来的 我编不了 因为我的孩子 从来没在中国学校上过去 是吧 这些都是 你共产党里面 所有 爆出来的 这都 在班级里面 小学生 给班干部 都会 他 不止 几十块钱 几百几千 关键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后这个钱 是值 连擦屁股指都不是 真的 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在这样 最后你这个受贿的所有的这个系统所建立起来的看似好像还可以让你走走走走走走东南西北闯的这些事情最后都将在你的脸上一盆石扣在你脸上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觉醒的真的是太晚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讲的真的太好了 听着听着 吃的是有毒的 吸的是雾买 弄的是假酒 喝着奶粉 大头正 你说你所有的那些钱 你有什么用的 这不光是活的 每一个中南坑的人 你们吃点特供 你能吃几年 你的老婆孩子也吃特供 你的爹娘也吃特供 你的亲戚朋友也吃特供 你未来你他们不当了主席的你也吃特供 你死了以后你还吃特供 你们这些人都每个人都吃特供 我怎么就不相信 是吧 怎么办 你的孩子永远在使家胡同 永远在一个你能管得着的一个学校里 你就能保证你的孩子不被别人奴役 你生下来就是总书记 你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总书记的儿子孙子 我怎么不相信 是吧 那你说 你们在这种环境体系土壤里 你们不灭了他 你们自己就愿意啊 但是在我们这不是 这不是我们编的吧 对啊 你们可以去 来啊 你去感受嘛 我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人 会去感受到 会去体会到 会去震撼到他们 最后让他们触动到他们 好了 而且这个时间也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七哥在6月4号 今年三周年的时候 岛哥从那个MBC带出来的一封信 他就说到这个天真的快亮了 然后希望体制内的所有的这些党员都能够觉醒 及早的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方式 寻求一个政治的一个 怎么讲 这个 政治的 对和解 一个和平的政治和解 只要你没有犯过这个对反人内罪 对吧 只要你没有做过 你是可以回头的 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形势 对中共非常的 对这个独裁体制非常的不利 是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昨天 Tucker Carson 他在推特上 X上的这个采访 已经说到疫苗 已经说到 大药厂用疫苗 病毒来杀人的这个事情 而且他还提到了共产党 这是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就是在昨天1月5号的时候 整个风向大转 大家要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福奇马上要坐镇 福奇到了这个闭门坐镇的两天 8号到9号 福奇会怎么说 福奇他只有说是中共 他才能解脱 那在这个整个事情反转 当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沼泽地的正义势力 还是邪恶的势力 他都要把共产党给解决掉的时候 都要摆脱共产党的时候 那其实全球就自动灭共 那留下来给中共体制内的这些人的时间 也真的不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以共灭共会在2024年的时候 一个极大的这个推进 而且我们已经给 在文贵先生的这个指引下 和他的这个建造的构想下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诺亚方舟 而且是您自己可以得益 是您的后代 您的子子孙孙可以得益的这么一个方舟 就是看你抓不抓得住这个橄榄枝 看不看得到这个白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以共灭共 就像两位刚才说的 会在接下来的2024 噼里啪啦开花 华给亚哥 那个好懂 其实您能不能接着讲一下 就是您对这个以共灭共现在的这个局势 您的一些了解到的资讯跟您的判断 对刚才安瓦说的很对 就是现在到了一个彻底 就是你想想这些国际上的主持人啊 新闻工作者 类似这些 他们的嘴里面 像他和卡尔森这种人 他不可能胡乱说 你开玩笑 那是他未来 他要这个几十年 他得在这个一个平台上 他要站在顶峰上 对吧 开玩笑 他能胡说八道吗 他自己没有一点点把握 没有一点点支持 没有一点背后的力量 他自己就出来了 而且他已经被什么解雇了 对啊 自己现在属于单枪匹马 可能吗 对吧 你所有的人 那你拿你的脑子想一想 这时候的人出来讲的话 一个这样的影响力的一个主持人 他能说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共产党 你们这些 所有的这些体制内的人 你们应该被触动到 你们应该看到 在这种历史的节点 历史的转折点上 你所有的最后的选择 都是让你能否 还能继续 你自己可能不光你自己 你的家人 你的家族 你所有能影响到的 能受益的人 都需要 最后的来去 选择一下 你到底是 哎 跟着共产党 还是到底是你能觉醒了 说哎 我才 真正的能灭了他 那 你去做一个 抉择 这种时候 往往就说的 可能选择大于努力 真的就是这样 你最后 这一步 踏出来 可能你就不是离铁 你就是豪尔努 是吧 好的 好的 我们刚才聊这个移工灭工的时候 您谈到的 其实都是比较高级的 就是一般人想都不会想的 这个上将啊 中将啊之类的 那我想稍微 这个聊一聊 这个体制内 这种中低层 基层的 中层的 这些 这个党员们 他们可以怎么来 怎么来参与到这个 移工灭工 因为 我觉得 我们不需要 妖魔化 这些党员们 肯定他们当中有败类 对吧 有这种人渣 但是我 因为这个 那我高中的一些同学 他们就是这个 所谓体制内的人啊 但是他们 层级比较低 可能是现一级 是一级的 那就是大家一起打球 对吧 一起看片子 一起这个吃饭的 这些同学 他们不是这个妖魔 而且他们当中 有一些人 他们也想 这个 可能也想尝试着 往外面走 但是他们阻力很大 我当时 有一个这个朋友 他就 他是体制内的 他也尝试性的 这个 这个了解了一下 他就担心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他出来能干啥 你说这些体制内的人 对吧 他在那里 娱乐老百姓可以 但是你说 让他出来 正儿八点的 在西方世界有个生活 又不会英文 又不会其他技能 他能干啥 第二个 他更大不当心 他的这个 国内的财产 那时候已经是几年前了 很难转移出来 所以我想这个 请郝董您来讲一讲 就是说 国内体制内的 这种中低层的 这些党员们 他们如果 良知 还有善存 他们被唤醒了 想要参与到 这个以共灭共 想要推翻这个体制 那他们可以做些什么 雅各 你这个问题 特别特别好 就是你讲到了 真正的 就是说这些基层们 就是处长左右的这些 上了下了这些 初级干部 科级干部 包括一些科员 包括这些体制内的 这些从业人 就是 真正让他们能去 走出输输区的 就是他们感觉到 他们还有依靠 而且你们不要怕 就是 我一样 我一句英语 不会说 一个 你们不要以为 是我现在 我所谓的 功成名就 我们一时无忧 所有的 我能怎么着 你站着说 不要疼了 浩尔东也是从 一分钱没有 十岁的一个孩子 从导烟开始 通过足球 完了改变命运 最后走到今天 我当时出国一样 是吧 你的鼻子底下是嘴 你不会说 你不会问吗 而且你不用全部都会讲 每一个字 你要先出来 你要改变你 惯有的生活方式 你从来在国内 不懂什么叫排队 你到了国外要懂 而且国外的生存压力 比中共小多了 你在中共受的罪 你给领导这种跪下 你给领导端茶送水 你伺候领导 你不如在这儿 在市场上 为自己工作 对啊 你就去饭店里打个工 端个盘子 也是端茶倒水 你不是还挣钱 对啊 而且你活得有尊严 对啊 你端茶倒水 你还挣人家 还给你 还给小费 就是说 在我们的概念里 他们认为 给别人端茶倒水 是一个 给领导端茶倒水 对啊 就是说 他给领导端茶倒水 他不敢去丢人 但是如果你给客人端茶倒水 你丢人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最大最大的误区 以及共产党给你的脉 就是他们所谓的人上人 哪有那么多 他们人上人 是吧 大家都基本相对的环境里面 全都是平等 只是工作不一样 你踢足球了怎么 你就比打羽毛球的牛逼吗 在这人家谁管你 是吧 你踢足球了 你到了这个圣诞节 你一样得踢 你是挣的多 你不是要付出的多 对吧 我没得那么多 但是我付出的也不多 而且我在这一样 有医疗保障 有各方面的保障 你到了这 到了西方社会 你真正的生活以后 你再来说 你跟国内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你真正在这生活了 你要比在国内轻松的多 你不要以为你好像不会讲话 你就活不了 你有腿 有脚 有手 有嘴 你为什么 你认为你不会讲 在国的语言 你就生活不了了吗 你慢慢的学吗 对吧 你生下来 你就会跑吗 也不是 而且现在也有翻译 手机翻译 这比原先就更方便了 对吧 你想早年间 二十几三十年前 都没有这种软件翻译器 那你说那些人来到 国外的那些老华侨们 他们怎么生存 他们能生存 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不能生存了 而且这你要用脑子 那个我在英国的时候 2000年 99年 2000年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住 当时这个孩子们 前期们还没去 我就一直 他们给我住五星酒店 但是五星酒店 你天天吃的 受不了 对吧 你得出去吃点 中餐 那晚上训练完 回来什么翻译 什么都走了 我的那个经纪人 我自己在酒店 我要出去 在英国 你想想 我有一句英语 不会说 是吧 那我怎么能到 那个地方去吃中餐 但是你有点脑子 你还会讲 这个单词吧 你还知道 一个地方吧 那我就到前台了 我就说 taxi你会说吗 你还不用说 order taxi 你告诉人家 前台taxi 人家能明白吗 是吧 这点基本的东西 你人不是个傻子 你order一个taxi 你告诉这个出租车司机 你知道 city center 是吧 three park 那个car park 因为我就知道 那个停车场 那个停车场 我能说 但是那个餐厅 怎么说 我不知道 那个具体地址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到了 那个三层的停车场 一拐 就是那个餐厅 对吧 你看 这些东西 都是我讲的意思 就是说 你不要说 还没有行动 你就把 什么困难 也 这个不行了 那个不可以 你都把它讲完 你怎么办 我去了 那我就问问 您的这些 人去到你中国怎么办 是吧 那人家之前来的这些人 都怎么办 都会吗 都一样 那些大学生 所谓的硕士 博士 一样过来 一句英语 也不会说 人家活不了了吗 是吧 你走出来 你一定要相信 走出来 一定比你待在 你的那个地方强 对 而且在国外 其实你 你稍微有点一技之长 哪怕你会 修码头 或者你会修个 什么东西 一样 而且这个人工费 还挣的挺多 对吧 真的你不要担心 说自己 有生存问题 我告诉你 你活着 一定比在中国强 因为我们 我为什么不愿意在 要灭风 我为什么不愿意生活在国内 你就想想 因为我付出的 和我最后得到的 根本没有用 我在国内 我得 一块钱 十块钱 一百万 一个亿 都没有用 因为 你所有的不快乐 所有的身体 所有的脑子 所有的那个 你根本 是拿钱换不来的 没有任何意义 你就是喝酒 吹牛逼 勾兑 跑关系 完了 大家胡说八道 没有任何人生意义 干嘛 你在那 你混成了所谓的科长 处长 市长 省长 管个屁 没有任何的意义 在这儿 你凭双手的劳动 凭自己的真正的奋斗 我还能得来最后 你说的 我在这儿买一间房间 那个地是我的 是吧 你把孩子在这儿 永远你会享受到国外这些最基本的医疗啊 教育的保障 不需要给老师校长送礼 你只要不犯法 在任何地方 没有警察来去管你 真是 中国人在这儿开餐厅啊 最后自己买了餐厅 自己有房子 而且他都打过警察 他还是一个黑 他从荷兰跑过来的时候 都用了别人的假的 买的机票过来特射了 最后自己能在这儿 有了自己 所有的孩子都上大学啊什么 这就是我们亲身在这儿的经历 你想一想 就这么一个在国内 他那就是简直是最底层最底层 是吧 所有雅各刚才讲的 就是还有一点点的地位的 有一点点的公务员的这种位置的人 他舍不得你的舒适环境 但是你别忘了 你付出的可比你得到的多 人挪活数挪死 一定是这样的 你想想 我们所有待在这儿的人 在框里的人 从七哥开始 所有咱们 到了革命 很多的战友 每一个人 你想想 你光离开家了吗 我相信已经有的人 可能离开了好几个地方 我已经从青岛 北京 大连 英国 什么西班牙 我已经换了多少个地方 我死了吗 我认为我越来越好 我认为我越来越好 我就说读万卷书 但是重要的你行万里路 亚哥 你想没想到 这就是人 他活着的一个东西 他变不了 这个规律 他永远变不了 你在一个地方固定在那儿 你一定在禁锢在那儿 再好 白空 你天天在那儿 你天天妈的 对吧 就圣家堂 在天天 毕加索 你天天待在里面 就这一股三分镜 你完蛋 你没有任何的事业了 你十年 五十年 你不都是 循环往复了吗 一点点的变化 挑战 人生 这种 跃升 都没有了 那我们从 北京 杭州 北京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西班牙 哎 你会不一样 你如果我一直待在一个地方 我待在巴一队 红山口 就那么大的地方 永远 是中国人民解放 你什么 这个这个 师长 少将 省长 最后 东南海里面管个屁 他们能出来吗 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吗 他们权力再大 所谓的官再大 再有钱 有用吗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看不见 是吧 所以 亚哥 你刚才讲的 我们体制内的这些 所有的年轻人们 相对啊 都三十多岁 你们大把的人生机会 真的是 杨海言的书 真的有一个句话 写的特别好 他当时送给我 上面有一句 他自己书里写的 人生五十以后才开始 这是我的体会啊 人真的五十岁之前 差远了 你所有的精力 东西都 太少 而且 在中国的体制里面 共产党 那种氛围里 你那么五十以后都完蛋了 四十以后都那么双修不了两回了 还崩五十了 是吧 就完蛋 大虎翩翩了 对吧 都根本在国外 可能 在一种好的体系里面 体制里 五十以后 真的才刚刚开始 咱爆料革命的这个爆二代肯定到不了五十 就那个 会更早一点 更早的 更早的有这种高度 肯定是这样 所以啊 就是嘛 何况是五十以后 对吧 雅哥 这就是 对啊 还有雅哥刚才说的 他们的这些资产怎么出来 那这个雅哥你应该就清楚啊 这个加入爆料革命 爆料革命 来支配啊 对啊 使交所啊 这个就 对吧 这就 这就 你的钱就保值了嘛 对吧 这就是 就永远是你的钱了 就不是共产党的钱 你的钱 你在 什么国内的房子上也好 车子上也好 那是别人的钱 不是你的钱 真的雅哥 这一点是我们真的 剃哥 咱们这个设计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保财保命 最后真的会让你 这个有基础 你想想你把它 败了以后 你正常的洗臂 完了有H配 你正常的洗臂的这个东西 它是你的钱嘛 对吧 你正常的H2 H coin 正常的去最后消费 最后拿出来 弄 当然了 现在这个这帮孙子 给我们所谓的出入金的麻烦 什么 早晚会解决的 是吧 你这些东西是你的呀 就像这儿的 你买个东西 买个房子 买个地 买个那 那这一辈子 对吧 杜鲁卑卑 这是你的呀 共产党 你这么什么资产 今天是你的 明天给你疯了 就给你查疯了 就给查疯了嘛 对吧 还有哪是你的 什么学区房 狗屁嘛 对吧 你该卖不出去的时候 该给你拆了 就给你拆了 这些都是 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说 我们的爆料国民信任务联邦 可以真正实实在的 帮助到大家 好多人呢 好懂 就是说 我们刚才聊的是 就是他们可能具备这个条件 或者心愿 想要出来的这一批 这个中基层的这个党员 其实还有 我相信大多数 他们其实是 要么就是没条件 要么就是不愿意 就是还是留在国内的 就是这样的一批人 假如说他们想要推翻这个体制 不一定说要加入新中国联邦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我想不傻的人 肯定也都想要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 对吧 虽然在这个体制里头享受着好处 但是他也想给自己 给家人多留一条后路之类的 就真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你有什么这个建议 我就想就是跟大家的这种 发自肺腑的 首先你别手术两端 你要想清楚 是吧 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要说 便宜全占 你什么也不那个 那这基本上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就是 你有这种决心 勇气就可以了 你只要灭共 你不加入新中国联邦 都没关系 是吧 你用你自己嘛 人都有志 但是你说 哦 我又好像跟我们又挺好 完了你又说 也不想怎么着 最后还灭了共 老想看别人去 那么没有 全世界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是吧 这个就是这样 对 这个不可能的 就是所谓的 共产党 在到了 什么 宫中带手 手中带宫 你说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就是说 就是 我们的逻辑里面 就是一定要知道 人生里面 而且历史 它没有如果 是吧 什么 如果这样 如果 没有 历史没有如果 当你回首看的时候 所有的历史 今天发生的每一刻 永远不会回去了 你做的每一个事情 你讲的每一句话 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你不可能说 我们他们又这样的 又那样的 哪有这种可能 但是你如果就是奔着初心 我就是灭共 那没有问题 你到了哪儿 你最后 你都会好 对吧 你堂堂正正 我就是灭共 你不能说 我想说灭共 我还不想受点什么损失 我给你爆料革命事 一旦有点什么危险 我还能再 有点便宜沾 那不可能啊 这都是 人们在世界上 哪有这样的好事给你 你所有的一切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 想法 看法 行动 而不能说 我所谓的 嘿 又 既要这样 还要那样 最后 都要去上公团 他们就写的这样 我们既要 还要 还什么需要 扯淡 所以我就说 跟大家讲 只要你真心的 你自己的 你灭共 我们都是 非常敬佩你 只是说你是跟着 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还是你自己 那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不能说 你什么都站着 什么别人都站着 手术两端 那就不对 你不可能说 你这儿灭不了共 又回去了 对啊 你又回去 你又 共产党 又直接勾兑了 还占着共产党便宜 这么扯淡 这不可能 这手术两端 最后倒霉 就是这些人 肯定就是这样 就是 你想一想 所有在这种 所谓的 国共里面 有一个算一个 有双面间谍好的吗 一定把你杀了吗 是吧 有叛徒没有好的吗 一定宰到你 是吧 你不参加没关系 对吧 你正常有你的自己的立场 这都很好 对吧 但是你不能两头 这个东西是最最让人无法接受 而且不可能世界让你这样 对啊 你是上帝吗 对吧 你啥都行吗 这不可能 我想说一下 刚才雅各 战友说的这些基层的官员 其实他们没有 如果他们还在犹豫的话 其实我真的很建议他们把这个 这个 这期直播再听一听 其实我们想唤醒 跟他们说 你们如果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体制内的这种绞肉机的这种 互害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件会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话 就说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自己其实就是个奴隶 就在这个 整个庞大的机器里面 他们有可能就连一颗螺丝钉都不是 还是个坏损用过的螺丝钉 但当下的话 如果当这个社会力气加重 当我们说的这个防导因 它即将到来的时候 当老百姓的生存环境 被压缩到 不能再压缩的时候 老百姓要狂怒的 他要起来 他到时候互害的人是谁 就是基层的这些 最勤勤恳恳在干活的这些 所谓的共产党员 那上面的人 他如果 红头文件下来 好 要追责 下面的人一个一个人 指着下面的神 不是我的错 是他的错 不是我的错 是他的错 那你说的那批人 正好是夹心饼干 下面逃不了好 被老百姓骂 被老百姓打 上面又被指为 这个 这个 这个替罪羊 所以说他们的生存环境 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 你要寻求一个有希望的 一个美好光明的世界 你是要付出的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下 你是要学习的 你是要学会 怎么样跟人打交道 怎么样寻找 所有的这个饭馆在哪 这个怎么办 这个劳动卡等等 你是需要不舒服的 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在体制内 作为一个农奴 面对这样的危机 马上要发生的时候 你还觉得 你可以不动的话 那我觉得这就是天一 所以说我觉得 刚才那叶姐说的非常好 老天也不答应 所以我这是很建议 他们去看看我们 最近几期的这个 这个好懂的节目 包括是上了这个联盟的节目 包括我们这期节目 我觉得会给他们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动员 亚哥你说的这个中层 我给你打个比方 是吧 就像我们足球的 听说是啊 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就是有这种可能 原先北京国安的谢峰 就是他之前是前锋 后来打到边后卫什么的 九七十强赛 那是踢的最好 这个发挥的 谢峰 他也是后来当教练 听说又被逮进去 他就是很像你说的 中层的这种 是吧 国家队 不是啊 国家队教练也没有 又不是最底层的 什么也没到过国家队 在地方队踢不上 不是 他也到过国家队 但是又不是最高 好了 就像类似他 就像他这些人 你以为你没事吗 对吧 你以为啊 我不是离铁 我不用到国家队的层面 我也不得罪什么大领导 我也不用那么勾兑 那么高 我在底下也不用这么受罪 是吧 我又不是积极无名 我又在这个 中超的这种平台上 我还是主教练 我还是 一样 你以为你就没事了吗 最后 最后的结果 可能你就是替罪羊 让你指证谁 让你说你贿赂了谁 让你说你 弄完了钱 徐红 大家知道吗 那是 大连队的所谓的 队长 队长 也曾经我们国奥啊 88年我们就在一起 只是他是68年 我是70年 他们改了一岁69年 他们就开始 就是徐红 范志毅 郝海龙 黎明 我们四个人是 88年这一批果 后来国家队啊什么的 后来他 对吧 徐红也当过一段队长 国家队的徐红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他就在 第一 就十几年前的那种 反腐扫黑当中 他没事了 最后查完 弄完所谓 公安部 所有的扫都打黑里面 没他 他也没 这个这个 所谓的 收黑钱 打假球 也没买对方 打假球 也没怎么 是吧 所有的 就是调查里面 没他 没那 但是 最后 怎么样 你在竹鞋里面 你也得罪人了 你这个孙子 以为你 对吧 得罪竹鞋的人 没有在 法律上 好像有你吧 好了 都事都过去一年多了 竹鞋出过禁令 禁止徐红当教练五年 你说 全世界也没有 这是一个整个的案件 那都调查完了 人家主教练没犯法 你凭什么 你还有行业 你不有病吗 你应该保护这些行业的人吗 对吧 是你的教练员 你为什么 要把他给禁了五年 不让人当教练呢 哎 对啊 就像我一样 他们能不竞赛我吗 对吧 华一龙 你原来的 你所谓吐口水了 你所谓 跟人打架了 所谓那个 就罚你半年 连国安队也不让你提 罚你一年 恨不得就是终身竞赛 是吧 他们就是这样 你最后的结果 你以为 你以为 是不是这么的重要的 不是最显眼的 不是好像 一样让你 生不如死 一样在你这种环境里面 让你不得有 这种正常的生活 指教 专业 的这种环境 哎 你说 你们这些人 要不要觉醒 这都是 我拿 有人 有实力 有那个的 跟大家讲的吧 是不是都是 非常非常贴近 于 刚才你亚格说的 所以说 你 所有中共的 提论内 所有亚格 你都跟他们讲一讲 是吧 跟你这些同学们 跟你说 你说浩海东 讲的这些 跟你们 你有没有感同身受 像不像 是吧 不用讲什么 对吧 你们不出来 不那个 不灭共 最后的结果 你看看吧 对吧 这就是现实 这是事实 这是现实 不是我编吗 好的 亚格 这个真的就是 足球圈 就是这个社会圈的缩影 所以我们表面上听 郝董跟叶杰讲 这个运动圈的事情 但是其实 是整个中共自家的 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相信这个规则是一样的 最后 这个郝董 叶杰 还有艾瓦 我们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就是你还没有最后什么要分享的 先从郝董开始 没有没有 可以 很高兴 完了 这个这个非常好 嗯 好 这个就希望这个墙内的这些党员们 真的静下心来 好好地思考一下你们的未来 你包括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家族 所有的一切 你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需要选择的时候了 我觉得是 再不选择的话 真正世界现在都已经开始这个灭共思一个潮流了 那你们还是真贴着这个共产党这个标签的话 未来你们走出去那就会很惨 包括他们的孩子 对呀 他们都孩子都会有牵连吗 对吧 因为你是共产党 你有这个标签在那里 而且我想说的是灭共不是文贵先生一个人的事情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里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有我们的郝海东 我们的叶姐 还有我们千千万万像我们在这个MFS看到的这个爆二代一样的中国人 他站了出来 而且是在315以后 是在文贵先生离开战时离开之后 我们更多的中国人代表未来的中国人 代表一个新的这个民族 要在这个世界舞台 要重新建立起来新中国人新形象的一批人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最好的机会 放下所有的犹豫 因为你不去做一件事情 你会有一千一万个理由 但是去做一件事情是会很简单 你只需要一个理由 那就是我们2024一起灭共 好 还给雅各 好的 再次感谢郝董叶姐跟Ava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祈祷 那我们一起为郭先生 为燕平女士和他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全球的战友 国内12亿的同胞 还有全球70亿的这个 其实也算是我们这个人类 其实都是活在中共的阴影 中共的这个邪恶之下 我们为他们祈祷 希望正义自由的那天快点的到了 好的 再次谢谢郝董叶姐 谢谢Ava 谢谢我们的整个幕后的制作的团队和广大战友们的观看 我觉得这一期的以共灭共进行时 我们聊得非常的深 也期待将来豪董 好 然后业界Ava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 在2024一直继续的往前推进 谢谢大家 我们就下期再见 谢谢非常兴行 谢谢两位 谢谢新年快乐